關於今天這個跳樓小組會演,有幾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你們覺得有什麼對的,有興趣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社會給很大的壓力給政府去逼港鐵, 除了紅磡站以外,其他盡快局部通車。 一直以來,我都很大力爭取,希望年終到鑽石山, 盡快舒緩九龍藏站今天那個惡劣的環境, 跟著年底之前可以走這些單軌雙線的方案去到何文田站。 現在竟然可以說他們還沒交齊文件, 那還沒交齊文件,我不知道是因還是果了, 如果他不想局部通車,他就說那些文件還沒交齊, 還沒交齊又沒有時間表, 那沒時間表又好像逼不到他做什麼, 那很方便地,局部通車的方案就好像沒有了, 我越想越不對勁, 政府一早說明, 2019年年初, 三宗線,要通車,東西線, 是去紅磡要開的, 我認為政府是有一個責任, 儘量除了紅磡站之外, 其他站去尋求局部通車方案,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什麼理由呢, 今天局長回答我, 說到今天, 其他九個站, 一張表, RS, RISC, 齊全的表, 都未有, 大家想想有沒有可能, 一向都是說紅磡出事, 其他沒事的, 我當你土瓜環有什麼沉降, 那至少, 顯境, 鑽石山從來沒有上過報紙, 是吧? 那無論怎樣都應該可以通道去鑽石山, 現在一句說話, 說未收到文件, 未收到文件幾時有, 不知道, 儘量找, 哦, 那不用局部通車了, 鑽石山都沒有了, 我真的覺得荒奇大謬, 政府沒有一個責任, 逼他們, 那些站, 其實那些文件應該去年年中交叉, 都沒有了, 你紅磡站出事我明, 因為禮頓沒有東西交嘛, 那其他那些為什麼沒有呢? 是吧?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被人找笨, 他這些不交文件, 可能很順便地, 就不用去考慮局部通車了,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怕了, 今天議員說, 你不要搞了, 不要跟我說局部通車,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危險, 算了算了, 我們不要了, 嘩, 一朝,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很不順氣了, 第二呢, 局長就說, 這個什麼超聲波呢? 去優化, 超聲波是一個間接古七的一個方法, 他現在去優化一個間接古七的方法, 你猜他優化之後有沒有人相信呢? 如果他優化之後繼續做, 我們都會要求他每驗六條, 就剪兩三條去驗的啦,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呢, 他這個優化一個古七的方法, 其實是完全不合邏輯, 這句說話是不可能令人明白的, 那他還不肯馬上扔掉他, 就是剪, 我就開明一點, 你剪不到168, 你剪100, 100不行,剪60, 是不是? 你都至少要看看除了警察那四支, 我當你隨便抽十支, 再看看是怎樣啦, 是不是? 如果他這樣都不做, 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覺得是硬來的, 現在, 好了, 第三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 沒有簽這個RISC form, 可以拿到石屎? 令到鋼筋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之下, 被人趕快倒石屎, 一倒石屎, 就埋沒了所有的證據, 很方便的, 因為看死我們不會做石屎嘛, 這是不可能的, 告訴大家, 禮頓搞定了鋼筋, 港鐵的監工, 就去不存體, 看完之後呢, 他就要簽名, 簽完名之後呢, 他要將這個form, 拿回去, 港鐵裏面, 有一個叫, Document Control Department, 那個Document Control Department的經理, 看過這些簽名了, 他就會簽個名, 接著是這個部門, 入電腦的, 那樣東西呢, 直接去回禮頓, 聘請的一個, 專業的獨立顧問, 那個呢, 就是那個Cement Control Coordinator, 那個人看完, 李頓, 鋼筋那個, 港鐵地盤簽名, 港鐵地盤簽名, 港鐵的, 文件控制的簽名, 他才會簽第四個名, 然後是他這個人呢, 發放信息給石屎供應槍, 還有一個, 不知道幾個Number的密碼, 是很嚴謹的, 因為那些石屎一放了, 是說的數量大到驚人, 那個石屎供應商, 英尼那些, 都是要看著, 有些什麼控制才放的, 所以正說, 金博士說, 他聽到前線, 說當時簽了, 簽了, 就沒有拿回Copy, 結果呢, 就交了給李頓, 李頓就跟著一年之後, 都沒有交Copy, 不可能發生, 如果他拿不到一張東西, 回去港鐵, 港鐵, 那個, Document Control Department, 一定不會, 出一樣東西, 是叫李頓, 那個石屎控制, 那個專業人士, 去簽個名, 交給石屎供應商, 而入電腦呢, 就是Document Control, 就跟地盤監工,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呢, 很簡單, 這張紙存在的, 拿過回去港鐵的, 港鐵有人入過電腦的, 這樣才拿到石屎, 之後呢, 結果沒有了, 只有一個結論, 我認為, 兩方面都有人, 刻意, 去刪除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之嚴重, 我今天公開講, 我都很歡迎, 港鐵解釋給我聽, 我剛剛所理解的流程, 有沒有出錯, 喏, 這個流程呢, 如果大家, 聽完我講, 是真的有發生呢, 是不是真的好事呢, 世界一流的控制, 是不是, 四重監管, 四重監管, 竟然說, 忘記了回去做的影韻本, 所以進不了電腦, 我就覺得, 方其大謬了, 看看港鐵怎麼回應, 大致上呢, 我就想講, 是這幾件事, 剛剛講話, 還有一樣我想講, 剛才有人不信任動議, 陳凡局長, 我反對, 為何反對呢, 我告訴大家, 我最近, 有一個港鐵的獨立董事, 你和我講, 他說, 喂, Michael, 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世界有一間公司, 自己的董事局成員, 會和那間公司對著幹的, 我說什麼事呢, 嘩嘩, 現在真的, 政府現在堅持到, 什麼都要查, 什麼都要有, 任何假設都不行, 口說又不行, 照片都差不多不收, 所以他們認為, 那幾個地方, 紅磡站, 就差不多, 一定要開鑿了, 我聽完這番說話, 我覺得, 如果陳凡代表政府現在在做這件事, 我是沒有可能, 現在, 在這個階段, 去支持一個不信任動議, 我反而覺得, 我現在不想他走, 我想他留在這裏, 我怕跟著換了一個人, 什麼壓力都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 又不斷煽改同則之後, 事後補文件, 補完文件, 沒有照片沒有證據, 那又過骨, 我就想解釋這幾點, 解釋這幾點, 靜先生, 請問一下, 解釋這幾點, 因此, 我要理解釋這幾點, 探索後製充進水工庫道, 欄臨專家, 我管理解釋這幾點, 做了一節下,我真的只是一番費鋒 就在一半 好,就是這首問 我完全不能接觸 這是現在,我們仍然希望 平時還要花錢、花費錢 也可以去做為了 探索惑器 但當作在探索惑器 是…至少 這是… 耐之的 服務 Alright If they come back with something they say is foolproof we will not believe them unless they actually perform that test with the new methodology and then cut out the bars with the couplers back to the lab and repeat what the police did Now if that is the case what's the point? why don't you just jump directly to a lab test right so I don't think any Let's Go member would take them seriously if they come back with an enhanced version of the ultrasonic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supersonic, ultrasonic or whatever and I don't care where it's made I think it'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okay with regard to your second point the whole procedure of releasing cement is very very stringent the risk form has to be signed by the latent on-site person the MTR on-site person the MTR on-site person needs to bring that document back to MTR's document control department where the manager takes a look at it make sure all the signatures are in place then also he himself will sign up and then at that time there will be an entry into the computer then that document will be passed back to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employed by Layton who is the cement control coordinator when that person sees the three signatures before him and everything in place he would then issue a I think it's either five or six digit code then that document will be passed to the cement supplier the cement supplier upon receiving this form with all these signatures and the multiple digit code then he will sign off okay he will then sign off and give a multiple digit code to the cement supplier then they will release okay the cement so what Dr. Camp speculated alright he did not actually he did not say this is his belief he said he interviewed front line people and this is what they said this is complete baloney it cannot happen it's a good thing that Dr. Camp did not say this is his belief he simply quoted what the front line people say but knowing the current system how stringent it is that would be totally impossible so that leaves only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that after everything is recorded put into the computer both sides alright have people that got involved in deleting data in the database now this is my best estimate at this point I welcome anyone to challenge me with a better reason oka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ve openly declared my support for a PMP motion okay to go into 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 this risk form situation the missing risk form situation at the Hong Kong station between MTR and Latent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the what exactly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if you say not that 那你说呢?那当然啦,大件事啦,黑耳鵝骗,造假,这些最死得人的,问题去到多高层呢?